你今天生了沒有? 我今天生了 生了一粒在右邊的太陽穴 據說暗瘡生在右邊的太陽穴 即是我吃得太多煎炸東西、肥膩 吃得太多快餐 但最近真的不少 Anyway 如果大家今天生了一粒在右邊的面株燈的話 代表你的肺功能可能出現少少問題 左邊的肝功能應該失去了 通常大家知道暗瘡的時候 都可能是充滿了娘娘 晚上睡覺之前去擠的 但千萬要記住 不能喝醉酒擠暗瘡 這麼多不瘡? 怎麼這麼白雜? 大家千萬不要喝醉酒擠暗瘡 先回來 好了 真的進入擠暗瘡的過程 有些工具都要準備一下 首先我們有消毒火酒 我們有一支大頭針 當然還有棉花 首先把大頭針先消消毒 要不然就吸進去細菌感染就麻煩了 當然大家都要看看 你們看到暗瘡是否真的有白色龍頭才可以擠 好像我這顆在太陽穴 暫時就沒有住的 所以我不可以擠住 如果你右邊那顆有白色龍頭 今晚可以試試這個方法 好 想試我讀之後 你要當你的暗瘡 好像你女朋友那樣 要好好地去 開護她 好好地跟她們溝通 很多肌膚之親 最重要呢 就是怎樣都要 試一試這個位置 當你試好這個位置 Smooth了 大家準備好了 就刺下去吧 刺刺刺完了 那些事後工作 那些清理那些 當然是要自己做的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呢 我相信那顆暗瘡 已經是有一個很小的洞 在這裡 那這個時候你真的要很溫柔 你女朋友來的嘛 你要很溫柔地去 去把她的白色龍頭 移出來 通常呢 我就會 不會直接去按到 在旁邊 在這裡慢慢撫摸 撫摸到她的水 這個時候 暗瘡貼出場了 其實貼暗瘡貼 都有一定的技巧 我自己也很有心得 在這方面 如果不然 就會像以下這位事主 那樣 有這麼慘痛的經歷 話說有某一天呢 我就要去一個很重要的活動 那之前那一晚呢 當然想弄上兩個人 有些暗瘡 然後用暗瘡貼進去 填貼它 以後可以抽出白汁 但是那晚我記得 我貼了四顆 但是起床的時候呢 看著鏡子 那些呢 只有兩顆暗瘡貼 我還會扭開一些 找褲袋 衣袋 那些全都沒有 但是沒辦法 因為趕時間出門 因為到影片中 就送了很多好朋友 看到小肥 我們好像老的 那樣 還關我 我小肥小肥 你死了 你... 你... 你的鏡子 你貼著鼻子啊 鼻子啊 小肥子啊 在這裡 小肥子 正確的方法 應該是這樣的 首先 把暗瘡貼出來 接著就貼在 暗瘡上面 看到嗎 但是這個時候 其實暗瘡貼是非常容易脫的 所以用一個微鉗 在邊編那裡 填緊它 那就保證第二天起床 你的東西 一定會在這裡 完成 完成 暗瘡貼除了可以抽乾 暗瘡裡面的髒東西之外 其實對女生 也有一個好處 有一次我跟一位女生吃飯 她也... 有名的 很漂亮 很漂亮 吃飯可能她那陣子比較忙 又拍戲又成這樣 所以生了點頭 她就用暗瘡貼 黏著 因為暗瘡貼 其實表明 可以在上面上妝 她就黏著暗瘡貼 再化上美妝 但是吃飯的時候 我覺得 暗瘡貼 跟她聊天的時候 我究竟看她的眼後 還是看她的暗瘡貼 好呢 所以暗瘡貼 都可以加分 亦都可以扣分 今天就教了大家 如何去看待自己的女朋友 如何去... 將她們推出白汁 其實我自己對食方面 都很有研究一下 下一集我會跟大家講解一下 一個均衡飲食 去協調大家的油份 還有希望可以令到大家的皮膚 都變得漂亮 今集就這樣 再見啦 所有的家庭